樂透採的這個修改的部分 把它放上去 那除了大樂透之外還有其他板塊 自己再練習一下 那除此之外 可能可以再抓一下 其他的網站吧 有沒有關於那個 開獎的相關的那個網站 可以試試看 反正如果你對於那個 自動抓取 每次開獎的 結果 那當然就不需要再去 去打開瀏覽器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針對那個下載雅虎股市 資料 做說明 這個是第一個啦 我希望 完成畫面長這樣子 來源的話就上面這個 主要來源呢 是從那個雅虎股市裡面的當日行情 裡面找到像其中一個水泥 當然裡面有這麼多啦 我想有興趣同學自己在 按照類似的方法把它抓下來 那它是一個表格 有沒有 那我希望把這個表格給抓下來 抓到哪邊呢 抓到python 那python這個地方的話 我如果希望 它下來的資料呢 可能它是排序一下吧 就是 幫我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成長這樣子啦 當然不然的話 它下來的東西 變成縱向 一欄 看起來 一定是 有問題 那 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但第一個我要先觀察嘛 這個資料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做什麼呢 習慣上比如在選擇這邊 按右鍵 怎麼樣呢 可以怎麼樣 去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結構 那理論上應該它會有一個外面一層啦 外面一層這個是 是Tr 是Ideer 再來是Tbody 在外面是一個table 所以理論上你可以抓table 可是問題來了 裡面你居然找不到什麼 class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沒有class 上個禮拜有同學問 老師沒有class怎麼抓 沒關係 沒有class 你就抓table就好了 但是問題來了 Table呢 一個網頁裡面不只一個table 所以有個方法 一樣我剛剛講過 table Ctrl C Ctrl F 在這邊的話 你把它貼上 那你會看到什麼 它會告訴你 有這麼多table 總共幾個呢 這個網頁裡面 有幾個 table 它會顯示出來 總共有13個 OK 那一樣啦 你可以用什麼 Find all Find all table就好了 反正呢 我只要知道它第幾個就好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知道它第幾個 有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上向 向上 向下 讓它去搜尋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然後呢 分別去 在裡面幫你去 不過 table好像會找到其他的 所以 理論上 我會在前面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小魚好了 這樣子 這樣應該保證不會找到不應該找的 找這個 小魚 table 然後它往下幫你找 找到之後的話呢 那理論上 你可以看到 它會mark 應該會幫你mark吧 這個不是 這個是不是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找到了 就這個 這個table 那你可以 游標放上去啦 它會顯示在哪個位置 OK 這個時候呢 它告訴你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會有 11個table 它是在 第 第8個 OK 所以你可以 中瓜糊 OK 7 是我記錯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 Ctrl F 然後找一下 這個東西 它有17個match 那你可以這樣 這樣的方式去搜尋 大概是第7還是 不過你會發現喔 不對喔 你會發現喔 第8個 裡面還有一層 所以應該是下一個啦 不然的話 它變成說 table 外面有個table 它有時候是 兩層的table 所以你要抓到 是裡面那個 不然的話可能會 中間卡一個 再往下 往下就跳過了 這個 跑到下面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這一個才對 所以第一個喔 正確的答案應該是 第8個 所以我可以用Find All的話 找到 我跟你講第9個 這邊給8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會把這個 表格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幫你把它Gate下來 所以第1關喔 我們先把它 程式寫出來 那程式怎麼寫呢 基本上喔 這個地方就會自動 我把這個 剛剛寫完的 第一個呢 一樣用 同樣的東西啦 那UIL改一下 Gate 但是encoding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UTF8 你會發現喔 UTF8 它會變亂碼出現 一樣我把資料 用這個 Parser 把它做 然後裡面的話 去抓裡面 Find All裡面 所有的table 但是後面 豆點因為沒有 沒有class 所以我就不加 把它控下來 意思是說 幫我抓到 所有的table的標籤 然後把它的第九個 幫我print的出來 OK我們看一下喔 基本上 print的出來 那預設值是 UTF8 不過你會發現 UTF8有個問題 亂碼 啊我講過啦 如果你是亂碼的話 有沒有 不就UTF8 不就什麼 對 沒錯 CP950 OK 950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講CP值 CP950 OK 另外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就是真的CP950 其實你可以拉到最上面 把那個網頁拉到最上面之後 其實在這個上面呢 也會告訴你 是不是CP950 基本上會放在 放在哪裡呢 放在head head是他的 這個網頁的頭的地方 頭裡面 會有一個這個 content 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會告訴你 他的charset 就是big file big file實際上 如果你看到big file 記得就是CP950 OK 所以這個地方 但 不過其實說這樣 不是CP950 大概就是UTF8 大概是兩種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抓下來 不過抓下來的結果 試一下 他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會是縱向的 排列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我需要怎麼樣 我希望 橫向放 可以把這個 縱向的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我要看到的結果 是長這樣子 有沒有 橫向放 橫向放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橫向放呢 這個時候就要動動腦筋了 後來我想了一些方法 不過這是我想出來的 你們可以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要把 原來縱向的這些東西 把它改成橫向 還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想到的方法 我只用了一個 關鍵的 函數 就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 縱向 把它改橫向 我用一個方法叫 replace 取代 那取代的話 有沒有 就是 先取代這個 所以這邊有取代 1234 最後print了出來 就OK了 但是這個方法 要怎麼做 其實主要 我是用 word 的概念 來做 因為word裡面 你可以先試著取代 取代完之後再把它改成那個 Python的語法 也可以把它取代成你要的樣子 只是說這個 待會我們再來看 第一個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找出哪一個table OK 然後呢 把它print了出來 變縱向 待會我們來看 怎麼樣再把它 變成有 規則性的資料 喔 比如說將來 當然你要把它塞到什麼 塞到那個 Seqlite裡面 你還是需要 留下你要的東西 OK 所以你要怎麼樣留下 你要的東西 這個地方就可以 接著再利用那個 取代的功能 喔 OK 可以